那么在7月13号你可以看到呢 是在这个俄方的罗斯托夫州的游库 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那在这个部分呢 距离俄乌的交火前线只有数百公里 同时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宣布 在俄军的部分也击落了 有四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好 7月13号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呢 乌军已经从白乌边境地区全面撤出 7月2号白俄调动了边防部队 特种作战部队要加强边境安全 在美俄的防长也进行了通话 就预防安全威胁降低可能升级的风险 来进行讨论 6月25号是美俄防长首次通话 所以三周之内两度通话 美国防部的复翻人心格说 这一次的通话是俄防长来提议的 关于以后的通话 现在没有可公布的内容 那我们会看得出来 乌克兰战争虽然打了两年五个月 但是就整体来看 俄罗斯的军队在这一方面的战力 仍然具有相当的水准 那反而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他虽然是首方首次 但是他的这些相关的精准的弹药 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当中 已经被俄罗斯的这一些相关的军事专业 分析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他的一些电子战 还有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干扰的技术 或者是捕捉这一方面的技术 已经慢慢增加了 因为随着战争的长久 他累积出来的经验 要怎么样去调整 要怎么样对乌克兰的弱等的地方下手 那乌克兰又有哪些强点 俄罗斯的军队必须要去避开的 要去小心的 要去调整的 而在这一方面都有一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都有些经济有些调整 那这样子的话 乌克兰的军队所能够发挥的战力 就相对有限 那虽然西方国家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美国给了乌克兰 那么多相关的这些火力弹药 但是问题是 能够发挥能够达到的战果 并不如预期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在因为乌克兰首都基辅 距离白俄罗斯反而比较近 所以在基辅的北边 为了防止白俄罗斯这一方面的 会对他有一些军事上的威胁 他的军队有意 局部是部署在基辅的北边 防盗的是白俄罗斯 但是现在哈尔科夫就是 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在这一方面 面对的俄罗斯军队的 这强大的军事上的火力 他现在不得不抽料 他要把这个基辅的这方面的军队 这个军队抽料去守 哈尔科夫他第二大臣 要形成战略集中 因为他战力已经消耗差不多了 再不行的话 再不去调兵 过去支援哈尔科夫的话 可能哈尔科夫就会失去了 所以现在赶快把 在基辅维护首都的这些部队 调到哈尔科夫去 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 那这样子首都是空虚的 空虚的话 这有一个真猴就是说 乌克兰的 手中握的弹性跟筹码 快没了 你守首都的都去了 金瑞都去了 因为没有啦 不去谁去呢 你不去的话 现在第二大臣哈尔科夫就会陷落 为了不要陷落 把首都的军队调过去 那你走的军队没有啦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他已经捉襟见肘了 没有办法 没有充足的预量 没有弹性了 那怎么办 在这方面 乌克兰也只能战略集中 也只能把战略中心放在 哈尔科夫第二大城 那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叫比利薄弱了 那比利薄弱 其他的地方变成俄罗斯 可以突穿的一个弱点 就进去了 所以哈尔科夫 乌克兰这个时候 采取的是攻守 那俄罗斯可以采取的 暂时不要进攻 那其他地方若连打 打仗一定是必时急需 敌人的弱点在哪里 打哪里就对了 别人的强点 先不要强攻 你强攻耗损的大 战损多 会造成兵力上的这种 这个浩劫会非常的快速 那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 你其他的弱点的时候 是不是刚好 就是俄罗斯的军队趁虚而入 这可能性非常高嘛 那我们现在看 俄军的整个模式是什么 俄军是以这个占领领土 来我们讲的 来换取他牺牲的将士 他竟然牺牲将士 那拿什么来弥补了 没关系 他就直断推进 把这些土地 领土不断得慢慢扩大 因为打越久 他越占越多 那将来还不还 不还 顶多是成立一个 这个地方 顶多选出的地方 做缓冲区 其他不会还了 那这样子打越久 就让乌克兰 失去的领土更多 让俄罗斯 占据的也会更多 那这样的话打谁吃亏 损兵折将 乌克兰多 丧失领土 乌克兰 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光复 没有办法归附他的石土 那也是这样 所以乌克兰一看是双输 那最重要的 这个人力筹码减少 火力给他 没有人力的筹码 没有办法 那怎么从人家看出来呢 把基辅的部队 精锐掉手 就知道人力筹码不够了 那我们再来看 那乌克兰还能够撑多久 这个战力 对因为他已经慢慢枯竭了 他们已经 人员 人力的弹性 补充的弹性 没有了 火力又是精准 你火力是精准的话 你精准但要 能够发挥的 以前的是 百分之百命中 现在有百分之三十命中 就不错了 又被干扰了 被盖掉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看 整个看下去 要苦生代变 乌克兰的话 会 损兵折将的 这个 我们讲到 这种比例会高过俄罗斯的 这种战号 战争审号 这个 美国已经有人在传了 说上次辩论 川普是赢得了总统 那这次的枪击 川普是赢得了两院 所以等于是全部都赢了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那个发生 这个事件的那个点 是宾州 民主党 本来还期望 宾州能够赢 因为宾州是稍微偏民主党 可是2016 川普是赢得宾州 那拜登那次 宾州又翻过来嘛 我跟你讲 川普这一次这个 这次这个事件 表达出他那种勇敢 然后 在这个危机的关键时刻 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 从容 然后奋战到底那个姿态 这个是大加分 而且很可能就是 你这边没有放出他那张 已经流 大家认为会获奖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看 以后研究美国总统选举 是必然看到的照片 已经赢在祈求上 百分之百 这个流 已经成为历史画面 搞不好 那个接下来共和党大会 背景就是那张照片 所以我还留下这种历史镜头 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经典 这是经典照片 这真的是经典照片 国旗 而且刚好就是 整个构图啊 就刚好有一个 普利之奖的一个摄影在现场 在现场 那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构图 已经有人把这个类比到 硫磺岛预选战 那个美军真的国旗那张照片 已经做一个 因为有国旗嘛 有国旗嘛 所以 而且这个绝对不是造假的 是真的画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